呃 你说 就这么一个小破院 它怎么就那么贵 你多大方啊 那它怎么一搅晃 我在这个行业还怎么立足啊 我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嘛 那只能先把它供着喽 你说 我要是李送得清了吧 显得我没诚意 那我要是李送得太重 照他那个自恋的性格 我还以为我喜欢他怎么办啊 你知道我想了多久 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吗 你开心就好 你 舍不得还 偷不着狼 我这次付出去的 我一定要十倍的挣回来 你找人 帮我做一个大大的门牌 上面就写着 不拉个丝瓜 什么 什么丝瓜 不拉个丝瓜啊 公子 这个地方如此怪异 安全起见 还是让小的陪您进去吧 咕咕咕 你来啦 你来啦 咕咕咕 我一直在思考着 怎么样才能打造一个高质量的午餐 来报答你对我工作上的帮助 咕咕咕 我有一个朋友 叫梁朝伟 他是一个跟你很像的人 他呢 因为工作原因 经常需要出席一些重大场合 可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 不喜欢被那些 无聊的工围包围着 他需要的 是一个安静 不被打扰的地方 他经常会去布拉格广场喂鸽子 所以呢 我就搞了一个简易版的送给你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喜欢一个人带着 我从小自然离下 看人脸色过日子 是我很早就学会的技能 我能看得出来 你一直在带着微笑迎合这个世界 我知道这样是很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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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 有一个这样的小院 希望你在心烦的时候 可以有一段安静的 不被打扰的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是 Miss山 你不是走 你是没看见 宋世莲看我那眼神 我差点都要以为他喜欢我了 他有可能就是喜欢你 他不可能喜欢我 为什么呢 他哪就是一时上头了 男人嘛 上头快下头更快 我这都一把年纪了 还能信这个 谁信 谁傻子 以前有许多故事 就是一生一世 恩爱两不已 我改成你能听懂的话 就是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相爱了一辈子 这个程度的我 还是能听懂的好吗 我又不是智障 你这么一解释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 极强 所以你还是不信的是吗 你不相信一个男人 会无缘无故爱上一个女人 并且永远不会变 你问这个干吗 其实你也很孤单 对不对 你不相信一个男人 会无缘无故爱上一个女人 并且永远不会变 你不会变 你的周园 轮 Kah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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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委 常委 失踪了 我不就耍了个脸吗 至于丽家出走 好 姑娘 你醒了 醒了 怎么了 这是哪儿啊 一会儿来人 你千万不要抬头 为什么 这是青楼 青楼 好 你这给我抓来的都是什么呀 还这么老 好 这赶紧处理了吧 卖不出去再砸我手里 你 你说得真对呀 所以你们要不就放了我吧 瞧瞧瞧瞧 都一样 别过来啊 你要干什么 你干吗 我有钱呢 我 我可以给你们钱 我打 我打个子 走 咱们有事好商量的 都能商量 等等等等 她这样嘛 咱要说是新人 肯定没人信啊 是啊 大姐 我这没人信的 我有钱 我可以给你们钱 上金城的秘密你们知道吗 我开的 宋世联是我兄弟 你们要是放我走 绝对比卖了我划算 有了 咱呢 把它培养成成熟 就说从隔壁挖墙角 挖来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 你回来 干嘛 你要干嘛 你要让我出去 你要让我出去 我一定把你这个屁大点的地方 移住平地 老子调教过这么多人 就什么女话多 我要是有个好歹 我一定打断你的高腿 救命 快 朝伟 救人 先救人 快走 还愣着干什么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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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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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怪你 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找都找不到你 我都害怕死了 我害怕 我害怕我再见不到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玩了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你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这里是我以前的住处 今天本来想收拾一下再带你过来 所以 那你恢复记忆了 差不多吧 这里今后就是我们的家 是吗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中毒 难道有内奸 还有 说 说 最近外面都在疯传 天选之人已经出现 给我查 是 等等 把她叫回来 妾身听闻 有位姓良的女子才冒生全 若她能陪在公子左右 并能为公子分拥 不像妾身 只会做这些杂事罢了 在我心中 无人能与你相提辩论 今儿药喝了吗 喝了 妾身每日都服药 不曾懈怠 你是最乖的 好好调理 早日为耸家开着散烟 生活嘛 就应该要有点仪式感 干杯 今儿啊 你可得好好跟我喝一杯 可累死我了呢 你干什么了你这么累 我 快点 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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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桌子 还有桌子 把镜子放那边 等等 要不放那儿吧 还是放那边吧 要不还是放那儿 不重要 不重要 老实交代 你还想起什么了 我叫萧长风 还有呢 我以前是个杀手 哦 你就这么淡定 你就不怕 我嫌弃你 你不会 你就这么笃定地知道 我就是知道 若是你想要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会离开你 跟他的身份 地位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会喜欢你 不离开你 对吗 对吗 你说你不相信一个男人 会爱上一个女人 并且永远不会变 你干嘛又突然问这个 若这个人是我 你是否愿意相信 相信又怎样 不相信又怎样 若你相信的话 咱俩就试试 我这是 被表白了 口好干了 跑极了我拿酒 她倒是明白我吗 她倒是明白我了 我心想想想想想想 我这是被拿捏了吗 是他主动送上门来的 我又不吃亏 敢溜啊 他敢溜啊 敢溜我 打按我的节奏来 你 你什么节奏 开车的节奏 你 你 出来了 主公请您回家 再给我三天时间 你 你醒了 昨天晚上喝的有点多了 你自己什么酒量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哎呀 烦死了 别烦死了 看不出来你还挺开放 那你们这的人不都是守规矩 讲顺序 那万一你要守不人账 一般女不都得抹脖子 我既已认定今生只你一人 顺了你的意义 调整一下步骤也是未尝不可的 毕竟你不是一般女吗 这什么 我的家底 全都给我了 那我就都收起来了 也包括我 你 你今天 怎么突然这么腻味啊 怎么 不喜欢 喜欢 不许偷看啊 第一个 苹果 第二个 啊 我这儿 我穿了钱 不逗你了 来了 哎 我知道这个女人的一切 是 我想去吃跑鸭 你吃什么你就知道吃 我还要吃冰糖葫芦 一会儿去看看 你只能让你进去 我只能吃冰糖葫芦 所以你吃冰糖葫芦 那你吃冰糖葫芦 都要吃冰糖啊 你吃冰糖葫芦 要不要给你弄点吃的 我早上吃过了 我还没吃 你不是吃了吗 又饿了 是我骗了你 要打要骂随你便 怎么解气怎么来 那颗珠子 我也可以还给你 我知道那颗珠子 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并非存心欺骗我 这些天我一直找你 就是想要确认一下 你是否安然无恙 看来 梁兄把你照顾得挺好的 看到你安好 我就放心了 芳 我带你出去玩去 成了吧 忙着呢 梁老板来了 给她挑几件合身的衣服 要干净清爽的 料子好的 放心 包在我身上 去啊 梁姑娘 我感觉 这里的衣服都价值不菲 还是不要破费啊 怕什么 自家地方随便挑 来 公子 这边请 刚分别没几日 姑娘就有了如此成就 你知道的吗 不赚钱闲着干嘛 姑娘如今今非昔比 是我赵毛高攀不起的了 赵文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我吗 姑娘 你为什么 突然问这个呀 你当初说要娶我 是因为觉得对我有责任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 是彼此喜欢 所以 你和梁兄 对 我们彼此喜欢 可是 自古以来婚约之事 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你说的这种 倒是像神仙的爱情 可是爱情 它本来就是无缘辜的 等到有一天 你想不起这些大道理 就只是碰到一个女孩 就想把她娶回家 携手共度一生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 我也会遇到吗 我相信你肯定会遇到的 哦 对了 咱们以后以姐弟相称吧 姐 姐弟 我比你大 咱俩在这儿呢 又都没有家人 所以以后 你就是我弟弟了 有福同享 有难我当 吃苹果 好 接下来啊 你就好好学习 安心备考 缺什么跟姐姐说 我都给你买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公子 给我饭吃吧 是是被家中的残出 姑娘 给口饭吃吧 快点 老板 给口饭吃吧 走开走开 赶我多生意去 姑娘 是你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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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吃 慢 慢点儿吃 经过那种地方 是不可能再进家门了 父母全当我们已经死了 甚至 有些姑娘有主动回去吗 若不去大街上 讨一口饭吃 心如今 我也不知道怎么活 你出去怎么不说一声啊 你出去怎么不说一声啊 他是谁 你怎么还带个奇丐回来 怎么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明明没有流落封尘 他们的家人还是不要他们 自古世人看中女子贞结就胜过一切 那你呢 你会不会看清我 会不会觉得我轻浮不自重 不会的 在我眼里 你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想帮帮他们 嗯 你urry esca robot呢 给姐姐姐姐夫请安 姑爷安 姐夫 上座 姑娘安 小莲自好姑娘梳头 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 姑娘是嫌小莲的手脏吗 我没有啊 小莲以后会注意 不会再碰姑娘的脾气无减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不太习惯麻烦别人 好好好 你来你来你来 早 姐姐请坐 你也坐 你也坐 坐 谢谢 我出去转转 我 来 请坐 请坐 我出去转转 不是 姐姐今日若无训话 弟弟就先告退了 你坐下 坐下 抽什么疯呢 你今儿 这是干嘛呢 姐姐既然昨日已任我为弟弟 我家中父母早已不在 长姐如母 每日晨婚定醒都是应当的 不知 姐姐觉得有何不妥 我 不是咱能把这一套都免了吗 姐姐是 不想认我这个弟弟了 不是 我 我就是觉得 不习惯 每日给姐姐请安 听从姐姐的训话 是弟弟的本分 你这 你是真将啊 姑娘请书考 来 你 你是真将啊 我 你们俩是真将啊 这还真不错啊 真是啊 这个颜色好 只有学会了一技之长 你们才能有自立的根本 所以一定要好好学 知道了吗 知道啊 小蕾 你也去 小蕾是姑娘的丫头 不需要攒家中 只要姑娘不嫌弃 给我饭吃就行 小蕾要此事 做我姑娘一辈子 莉儿啊 你得这么想 你既然是我的丫头 那我得知道你会什么 不会什么 对不对 所以机会呢 是平等的 你要是学得好呀 还能帮到吗 对不对 你俩表现不错啊 继续啊 你看啊 他俩的材质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小蕾 你看 我们平常最常用的呢 是扎针 操针 该吃饭了 还有三角针 我先忙 等会儿再吃 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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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想吃饭 也好 一个打手也敢跟公子抢人 公子 要不要除掉他 现在动荡 怕坏了我的大事 难道 就一直让他跟在梁姑娘身边 若是国师这只老狐狸知道此事 该作何感想 我看上的人 谁也抢不走 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穿上这些衣服 然后去上京城的大街小巷逛一天 好了 没什么事你们就出发吧 走 走 怎么了 我记得姑娘说过 上京城的秘密是独家定制 唯一一件原版被高小姐以高价拍得 是啊 可若撞见高家小姐 她看见我们穿着相似 且做工粗糙的衣裳 那她岂不是会不高兴 正是因为做工粗糙才不碍事 一件真正漂亮的衣服 就是要被人争先模仿 才能称之为潮流 懂了 我知道有几件铺子 经常会有一些达官贵人的匍匐光顾 若我们将一些看起来相似 但价格便宜的衣裳卖给他们穿 那他们的主子必定会好奇 他们到底在效仿谁 行啊 那你就去这几间铺子聊聊看 好 开心呀 这可是我第一次当为头 我早就告诉过你 一个小白脸能护住你什么 还得是我来给你摆平 说 谁欺负你了 老子看死他 老墨 别那么胡说八道的 叫你来呀 是有好事 好事 什么好事 相媳妇 我找铁柱 怎么这么费劲 还写写画画 相亲相亲 那就是一个相看的过程 你得让人姑娘了解你们的基本情况吧 哦 我可告诉你啊 让你的兄弟们都斯文点 一会儿要是把自己媳妇吓跑 我可不管啊 知道了 去呀 登记去啊 老子也登记 老子堂堂当王寨的 老 老子什么老子啊 别以为你是老大就搞特殊 这事是看演员的 人人平呢 不相看的一律不介绍 谁爱去谁去 老子大不了打一辈子光棍 我刚刚可是看见一特漂亮的姑娘 一直偷喵你来着 老子先来 姓名 穆老大 穆老大 说真名 老子就叫穆老大 一会儿若是有香种的 就把这杯茶递给对方 若是对方喝下了这杯茶 那就代表相看成功 好 出来吧姑娘们 这个不错 真不错 这个最漂亮 老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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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人家 这是自由配对 收起你那套土匪做风 我怎么了 老子本来就是土匪 再说了 他刚让我挖的亏了他 给老子闭嘴 我 今天是老子大喜的日子 谁也不能扫老子的心 大哥 你 我 这杯是你的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家公子有事邀梁小姐相遇 好说好说 什么时候 公子已在别院 恭候梁小姐打架 你怎么来了